转玩Waterfly日光满天,排版春天,本周重要天象,太阳和翔天王星4月18日水星进入百羊座4月21日,金星进入百羊座海王星四分火星。 本周,这种暴力演员要上台了,古灵精怪的天王星。 4月20日凌晨,太阳正式迈入金牛座,于不久前刚刚跨入金牛座的天王星逐渐靠近。 4周五开始,两者进入三度以内鲸蜜河湘,这意味着那颗超凡脱俗,守护着天外来和水瓶座的超变性体。 江湖斜着置信的风暴,在太阳的灰映下,变得更加耀眼。 它会为我们带来什么?等等,让我们先聊聊别的。 你知道除了献游鱼、乌贼、章鱼等常见的海洋生物外,还有金融鱼、孤鱼,这种生体难见一面的鱼吗? 你知道很多人没见过鲨鱼,是可以把牙齿脱落,只是为了避开鼻子挡住用猜吗? 除了传统四大宗教里的神明,还有神怪名室里很多长的十本好看的神仙。 除了天上的黑洞以外,美国家猪叶发福,也有一个能吞噬一切的荣耀之孔。 世上有保护孩子的父母,还有吃自己卵子的圣诞大红戏。 有科学家也有灵灵友,有五感也有第六七八感。 有男人的爱也有植物的爱,XX病有时是自己用过头了的特别。 没错,我们对自己的世界所知甚少。 规则之外,我们总忍不住想探索见记,是啊,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知有多少种,我们一生数不千会碰到多少人,又会碰到多少自己的多重人格。 好奇与众不同,又害怕不合羽群的我们,总在特立独行与群里认同间寻找着平衡。 然而现在,随着天王星和香太阳,我们找到了一个收容所,那里藏着所有关于奇妙怪物的故事,那里带来了一扇关于魔法十月的大门。 你知道同是什么吗? 遇见不同的时候,你是会嫌弃,还是会去了解疼。 本周太阳和香天王星,金水进入白羊座,一个不同模样的你,表达疼吧。 你会觉得自己超厉害的。 请参照上升和太阳星座,白羊座,隐藏的才华。 传说每个人都有三个隐藏的才华,一个来自于灵魂过去的记忆和带来今生的灵感, 超前藏于灵魂的住所十二宫,一个来自过去制造的业力和带来今生的转化方向,线索在南北焦点。 还有一个来自于未来和带来超能力与界性,堪考天王星的落宫和相位。 本周太阳和相二宫的天王星,你会发现一个自己一个隐藏的秘密技能? 好久不见了,超人自己。 你会用你的新技能做些什么呢? 不要为此去找一份新的工作,工作会把超能力变成无聊的服务。 你应该保留你有两个世界的权利,必要时才使用的暗器。 它会是什么呢?眼神术,变脸术,不老呀,摇钱术,还是通灵力? 下周真是让人迫不及待。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命工,你应该已经准备好一副性面孔灯场了。 找一张小时后的照片拍个合照,不管哪一个你都最可爱。 但金星进入白羊座,你们就有了最有温度的脸,与你们相对视的人都将感到温暖。 你们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对方,让他们不要太认真,要把生活过得简单,想要什么就吃追,有什么就说出来,不要再害怕失去,因为我们反正都会随时离开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三宫和十二宫行客,被自己的想法和理想冲昏了头脑,不必紧张,只是还没有到你出场的时候,每个人都有一张天生的时间表。 你的守护天使会给你灵感,本周只需要一个态度就好,态度决定人生。 听牛做,各种味道,这个世上好吃的实在太多,光是蛋糕一种就写不尽。 我喜欢杏仁巧克力蛋糕,我的好朋友很喜欢芒果千层,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吃到的曼格斯隆。 还有草莓红丝绒,进入拿破仑,朗姆酒之室,清香的抹茶奶油一直忙着忙着吞噬无穷无尽的潜水欲望的我们。 在一口可爱的蛋糕之后,要回到童心的世界,制作提拉米苏的妻子希望丈夫一直记得自己,而杏仁巧克力,能治愈任何任性的小情绪。 看来可触客感可满足可享受的东西,还有很多可以挖掘。 太阳和小命宫的天王星,在没什么不好的平凡中,总有些特别的爱,自己的美食自己做,自己的美好生活自己创造。 本周,你会有一个诱人的新爱好。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十二宫,就像你有一个秘密的通道,你渴望越见有趣,越见热情,越见坦诚,在秘密中继续找秘密。 本是一团爱的火焰,在十二宫却不喜欢烧别人,烧尽自己,火变成土,变成大地母亲的大爱。 金星进入了潜意识里独立的白羊十二宫,这时,灵魂常会跳出来出来拷问你,要自我还是要奉献,哪一个才更坦白。 金星一个月之后才离开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二宫和十一宫行客,困难下位的火还会按照自己的愿景,梦想和理想来行动。 它们之间是干扰并济的拳击之战,像一个滑稽的暴力场面。 在打倒雨战期间,攻击与震惊之间,感受起落,冷暖。 不停的创作梦想,才能找到答案。 人海中做自己,双子做,心灵感应。 心灵感应,也被称作直觉、聚感。 第六感,指两个人之间不用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无感,而用第六感来传递思维和感觉的信息的超能力。 在心盘和盘退运中,即使两个人没有发生面对面的互动,只要心理作用在同一时间发生,就产生了远距离的能量互动。 即当你在想念某个人的时候,头也能感觉得到,你与对方有同时同样的痛苦或开心的心情。 太阳和相视而公的天王星,被认为有类似通明的感应能力。 人生的选择体有没有模棱两可的选项,不管你曾经选择了什么,和谁擦肩而过,还是继续抄前看,往前走吧。 就像行星在逆行的时候总是让我们不那么畅快,而决定人的主要自由意志的太阳和月亮,则从不逆行。 人也是一样,不要总想着回头才好。 若实在想念疼,就心灵感应一下。 金星与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十一宫,一段真诚的友谊。 你会交往一个新伙伴,头热情无畏,青春洋溢,头像知己一样靠近了你,却带着炙热的爱,那是因为你也对头展现出你的热情和尽力照顾。 本周,学习做一个坦白的人,表里如一,表达你的情绪和喜好,把爱说谎的自己大包记走,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一宫和十宫星刻,事业的梦想让你更有动力。 你在做自己热爱的事,努力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,能够把做自己的权利拿回自己手里,可能是一件最幸福的事了。 但要当心海王星的梦想可能常常让你失落,除非你有大爱的奉献精神。 对自己诚实。 巨蟹座 从小时候寄过来的愿望。 据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,它对七秒前的事基本没有记忆。 也就是说每七秒后,它的世界里什么都是新的。 如果是鲸鱼,据说只能记忆三秒。 记忆最强的动物是大象,最长可达六十年以上,而人类的记忆,巨大数据统计有三十年左右。 也就是说现在的你们都还对小时候的许愿记忆深刻。 派阳和湘天王星金牛座,靠近你的志向公,你收到来自小时候寄来的愿望,然后你把现在的期望、欢喜、忧郁、想念、哭泣一起打包寄出去,先赶快让那些还没到三十年期限的承诺兑现。 有些人会与小时候的自己碰面,那个小孩的灵魂碰到现在这个自己的肉体后,你突然被简单的生活吸引,眼睛里看出去的世界变美好了,遇到任何困难都想探索就像玩游戏。 本来已经劝自己要活气的事,又开心的执着起来,一片芝士加两片面包的早餐,比拿堪的外卖盒子,要有吸引力。 身边的猫猫狗狗察觉到你的花心,你心里想着要去看猫头鹰,学和马的声音歌唱,希望你每一天都加加加加加加加出充满创意的生活组合。 太阳和天王星级留在十一宫,看你的大脑会爆炸出什么奇思妙想,它们来自你的记忆,去点燃快乐蜡烛门的小火苗,无聊的你和小朋友的你重新欢聚。 头还可能以某一个人的面目出现,像孩子一样,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时工,你的希望是像安排假日一样安排你的工作,只要你能不只停留在空下,而是也做做攻略, 把突发情况当成奇遇计,总想用创造的方式几个问题,每一刻都在问自己现在最想要什么,用最可爱的避孕和浪漫的想象力沟通,和每一个新日间的陌生人交朋友,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轻松的散步,常常回头和与你的亲密爱人,交换新鲜信息。 金水白羊在和你讲一个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道理,不要绕圈而且拥有过就够了,不必珍惜,也不要抱有期待,不让期待成为泄不掉的包袱。 火海的九宫和十二宫的行客,就像你被恼人的道音弄醒,醒来却发现是一只可爱的猫咪在叫醒你,让人生不起气,是来自灵魂的善意。 尝一颗新鲜口味薄荷糖,狮子坐,真行,一起来跳支舞,用舞步庆祝生之礼。 这一次,太阳与石宫的天王行合像,带给狮子们目标升级,职位提升,跨界的工作机会,新的人生目标,有趣的合作伙伴等等。 你的天赋会展现出来,你会知道你想成为怎样的人。 你现在所做的事,也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对世界有重大影响。 你的作品将要在众人面前亮相,你也可能有一个新的身份,这个身份不会被隐藏起来,它将被宣布出来让所有人知道,没有什么不能说的,没有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。 我知道你有了一些新的观念,不管这产生了什么新的决定,都大胆的往前走吧,保持对自己和他人的真实和真情。 因为你现在要做法官,指定规则和法律的那个人,你必须先以身作则。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酒公,既然身份升级了,精神也需要提高,去和那些又灵性又坦诚的人交朋友和聊天,去拜访你的老师,进入一个新课程。 金星白羊把你的爱情从八宫的被动剧面里带出来,在上个月还斤斤计较的感情,现在也可以重新开始,没有什么是用直观和简单解决不了的,只要从一个又一个圈圈的限制里跳出来就可以。 从八宫到九宫的过程,就是不断的从自我的禁忌中,将自我解放出来的过程,害怕越来越少,负担又越来越轻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十一宫和八宫行客,愿意信任陌生人的狮子都是最勇敢的人,反过来如果能够做一个让别人信任的人也同样勇敢。 这似乎是同一件事,坚持诚信,坚持信任,敞开心扉。 出女座,I can go anywhere。 世界上有233个国家和地区,13810个城市,许多的神秘质地,哥斯达黎加的石头球,至今仍是爱奇洛级最大的谜团。 三百多个石头球几乎是完美的原型,大小不一,没有人确切知道它们是如何制造的,也没有人知道,它们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。 墨西哥的布娃娃岛,这个名为娃娃岛的小岛,是为了纪念一个在陌生环境中,过早遭遇命运的可怜女孩而建造。 这个小岛上,却住着城白上千个学画的玩偶。 你所不了解的,你没有到达的,还有好多好多也许一拜四的时间你也不够经历,人生一点也不无聊,只在不断地重复才无聊。 太阳和像九宫的千王星鸡牛座,去任何你想试的地方,也许是在牵移中生活,珍积你目前的生活,出发之前,先和世界和解,和自己和解。 你前一阵把自己关了起来,不断地翻新旧物,不断地处理旧情绪,不断地挑战旧的自己,本周,当你一打开门,你看见未来世界,你未来的生活,未来人,未来职业,未来宠物,不要看过了就过了,记得要回过神来对现在的自己有心要求。 你会想什么?生命的意义还是过去的伤痛? 金星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八宫,八宫是潜意识之功,藏在潜意识里深层的欲望,不是对自己的而是对别人的。 当你把满足感建立在别人的价值上的时候,你的爱情,金钱,心智,都将被你个人牵入和控制。 听起来有点可怕的事情让他,还好天王兴在九宫辅助你,你一直保持着散步状态,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,往往会轻松的随便想想建立的事,也对他们十分无所谓,因为心里只装得见目的地。 如果本周你在爱情中得了失心病,你不得不走上寻找自己的旅程,而你现在已经能够看见未来世界了,应该只顾得上意气风发。 火星星和海王星在时宫和气宫,若你女徒在人生路上,不要,跟着你的感觉走,跟着你爱的人走,跟着美好走,跟着绿叶与花香,跟着善意,跟着心知,跟着幽默和简单。 继续保持勇敢,天称作,微微发亮的清晨。 在禁忌中探索心发现,个人行星进入八宫,就像你的世界的不同领域,每天都经历一次毁灭,在放弃自我中,又不断重建自我。 然而,天王星在这里却不同,就好像一位好奇博士走进民佛,带着实验的心态探索禁忌之地,自己就不会神信其中的流影暗面摆布,而是总能找到新的出口,让自己从被控制中逃脱。 简单来说,就是不会再害怕。 太阳和像天王星八宫,我可以猜想你们,Tentrum,将有一个突破经济的机会。 不管那是小时候的问题,还是长大了以后的问题,这个问题可能与性、家庭、爱人、债务等有关,或是你最近的一个小麻烦,瞬间被解决了。 八宫代表我们情意识里最麻烦的负面情绪,看似拖鞋实际上却是反抗。 这一次,天王星帮助你在自己的阴暗面中反败为胜,抛开威胁,厌惑、欲望、恐惧后,看到真相。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七宫,喜欢一个人,没什么道理。 我希望发生在你身上的爱情故事都是甜蜜的。 而青水星也在这里,要两个人心意相通,命主星来到七宫,使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身边而不是对立面。 金星一整年才会来这里一次,好好珍惜你们并肩作战的时间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九宫和六宫行客,为了理想的工作而停不下来学习和探索,海王星在六宫有时会因为对工作期待过高而偶尔感到无聊失去动力。 需要注意火海所在的位置,都容易沉迷于什么,而失去自我的界限,过度消耗头脑和身体。 这样一切都停住,天蝎座,爱生活,他才有感觉。 医生要遇见几个对你有意义的人,医生能记得住几个最喜欢的人。 如果爱每个人都拥有十二个面相来说,可能是十二个。 一个是张狂的自己,一个大富翁,一个比喻或咨询师,一个年人宠,一个浪漫爱人,一个服务型人格,一个你想花一生时间来了解,一个灵与月的完美结合,一个旅友,一个霸道的人,一个简直是外星人,一个能读懂你的心。 据说,太阳和像七宫的天王星的人,即将日变上述其中一个未来人。 恋爱中的蝎子,你们的伴侣会变身,一个双重人格的疼,天王星总要让你惊艳一下。 如果你单身,你会决定好好爱自己,只爱自己。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六宫,你用现在工作,而不需要目的,如果你的现状不是你所喜欢的, 你也不会放弃在其中找出心,因为你不用心的话,生活就会没什么感觉。 你是一个有效率的工作者,有很多的剩余时间来热爱生活,让你的灵魂休饮休假,过一个轻松的一周。 爱你的同事们,纯粹无杂志的爱,你可以不喜欢和他们说话,也不够赞同他们的品位, 但你依然可以带着出生的热情爱他们,每个人都是那么与众不同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八宫和五宫行客,与对他人的负面思考休战。 海王星生余的精灵想要带你离开慧安之地,让你放弃保护和权利,和自己和解,别害怕精灵,他们是你的守护天使。 搭上精灵的便车,是首座,要理性大于感性。 人的生活方式有多少种选择? 我知道有人在用旅剧或者泛影剧的方式生活,我还认识一个潜水教练,他每天生活在水里,就像是美人鱼。 有一个人生活的也有两个人一起生活的,还有和一群人生活在一起的,比如国际志愿者们。 我还听说有人一生都在路上求学,停停走走,为了信仰,为了传道和普渡。 大多人的人生氛围上下半生,前半生在都市里过着爱不就班的职场生活,下半生,移植到另一个国家过田园生活。 还有身兼数值的鞋抗青年,他们的工作十分灵活,为了自由,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方向,他们想要体验的更多,在乎广度大于长度和深。 而另外一些人,则想要成为匠人,一生只做好唯一一件事。 太多了,你听说过什么新鲜的生活方式呢? 本周,太阳和六宫的天王星河湘,换个生活,换换人,把你平时用在工作上的创作用来创作你的新生活,人生充满意外,也许一个意外,你就快见了。 本周,你离开了哪儿,你来到新的地方?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武功,由于金星在白羊座弱势,有半个射手,你被你的爱人打败了。 单身的射手,你会像孩子一样追逐着自己喜爱的人和事,你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,抓住事情的主要矛盾,爱的舞台就像一场擂台。 如果你偶尔被击倒了,勇敢再爬起来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七宫和四宫行客,让你想起了一根脾气很坏的同伴,你想要帮助偷处理偷的坏脾气,但愿柔软和爱能够化解一切。 换种方式思考 摩铁座 人间游乐场 太阳和相天王星武功,不支柱的爱,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。 也许正是因为不支柱,不用非负责任,才可以自由地表达。 没办法,天王星就是这样想一出是一出,所以本周你可能有一段喜剧化的恋情。 金海和相的置换之爱才刚刚结束,天王星武功也不是一个理智的媒介,星星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的,这个世界做人真难。 如果你在水迷时分手,本周也可能突然地复合,喜欢一个人就是没什么道理。 你的创作才能突然地被激发,天王星就是喜欢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,让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与众不同。 值得高兴的是,你在本周一定不会感到无聊,每天尝试一种新的游戏,就像在人间游乐场度假。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四宫,过去的爱重新开始,或是结束过去的爱重新开始。 这是一个最不会违背自己心意的心象,金星白羊最明白自己喜不喜欢,水星会让你看见真相。 金王星也会告诉你有关于过去的哪些部分应该放手,帮你探索你内心身处未被触及,但是提供了更多真实信息的地方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六宫和三宫星课,火星六宫的行动力可以将海王星三宫的诗意表达,文学和艺术创作变成现实。 你在工作里容易说出别人不太懂的话,也许用赞美和情绪,来表达意见会更好。 恢复童心 水平座 每天都等开心寄来的快递 本周可能等到一个你期待已久的好消息,愉快进入你的意识,自信已来到你的心灵之家。 令人意外的部分也存在,你可能会被惊吓一下,才看到转折。 来到2018和2019,好像就是来受伤的一样,所以才要在这时更加好好善待自己,我愿意和你们一起,在每一周都期待着转折点和好消息,只有这样才能不记得逝去,只顾着急忙去付出,盼盼着生活。 你可能有机会搬离现在的地方,去一个更美妙的地方生活。 你可能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,让你正本不已,人生难了张狂一下。 你也可能突然听到喜欢的人对你说我爱你,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震惊到,为自己加油。 金星和水星进入白羊座,你的三宫,好好发表一下你对自己人生的看法,大声表达,你会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,带着善意。 当我们有了幽默感,就有了感染人的正能量和好运。 如果可以你该把身边的环境改变一下,要是可以和一个天王星人,同主是不是也挺有意思? 这一整周你的心里都是充满希望的,就像是心上长了天使的翅膀,真好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五宫和二宫行客,我想你会不计较收获的去奉献,让这个世界酷爱抱怨的规则变一遍,用希望和想象力鼓舞人心, 不让他们有机会再在吐槽里找安慰。 阳光都是铁的,双鱼座,爱是价值的原点。 总是有些浪漫又甜蜜的巧合,比如当你想念着一个人,AI播放音乐列表,就刚好轮播到你们曾一起喜欢的歌,一整天都能陶醉在这件美事里,只要产生爱就产生了力量。 本周精心进入二宫,当你心里承载着满满的喜欢,好像不用喝水也不用吃任何的食物就可以活下去一样。 有的人的爱是食物做成了二宫,有的人的爱是灵魂做成的是二宫,如果没有那个爱人,就把爱做成你喜欢的食物。 做成花花草草,做成虚构的故事,做成猫猫狗狗,将爱变成货币,成为原点,有了热爱才有了其他的一切。 太阳和像三宫的天王星,即自拍摄之后,下一站的流行趋势是前卫,幽默,想象,给予,善意,通心,把钱锁进保险箱里,把心从保险箱里拿出来,用心生活。 当与别人一见不合时,你不会生气,你尊重他人与你的不同,尊重客观的思想交流,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,简直就是神迹呢,希望你接下来,继续创造这样一个科学家般的自己。 火星和海王星在四宫和一宫行客,本来你已经决定和自己发脸了,后来却发现原来感恩的力量比生气的要大,在这个世界责怪自己的人实在太危险了,因为喜欢自己,才能让你的外表越来越好看,面对镜子,让眼前的人成为自己心中的superstar。 不只我喜欢就够了,希望你也喜欢。 星月作者,Waterfly日光满天,崭新诗,自由转告人,译者,心想歌篮作者,天文爱好者。 上天是那么近,却难以了解,尽管如此,哪有危险,保护的力量就会出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